大家好,歡迎收看本期的生活調查團,我是嘉嘉 下天的腳步就越來越近了,而我們身上所穿的衣服也都一天比一天少 對於很多女生來說,壓力生大 網上也有一句很Hit說,四月不減肥,五月就逃相悲 對於減肥這個問題,很多女生都一直在做 除了減肥之外,有不少女生還希望在自己身材上有更大的突破 現在的女生對身材的要求越來越高,不單要瘦,還要豐滿 有前有後的Etienne身材已經成為女神的標誌之一 所以風空無疑成為了女生圈子裡的熱門話題 從人類學的角度來說,空部是女性身體上比較重要的一個特徵 而女生想要保持一個萬寥的身肢,又想要一個比較豐滿的上位 都是人之常情 但現在民間就流傳著各種各樣不同的風風方法 到底這些方法才是最健康有安全的呢? 今天就等我帶著大家一起去探究一下 但我自己一個人就沒辦法嘗試所有的方法 所以今天的節目就請來了三位美女一起進行 有請她們,Hello Hello 和自己前面的觀眾朋友先探討一下 今天生活調查團得到了三位美女的大無謂支持 分別是18歲的大學生文文 24歲白領丁丁 以及28歲的自由工作者波波 這三位美女不單有非常想風空的心 而且還很有科學探究精神 她們將會嘗試每一種靠譜或不靠譜的風空方法 務求為我們的觀眾朋友找出最安全最好的風空方法 給大家一起分享 同時她們也會跟我們分享一下她們自己的風空日記 本期節目真的很精彩 千萬不要走開了 為甚麼想風空? 為甚麼? 因為我太瘦了 每個人看到我都以為我得了飲食症 我媽媽還哭我 不肥一點,很難找我工 但我也想肥一點,健康一點 但肥哪裡我都不捨得 畢竟瘦,穿衣服比較好看 所以我想來想去,就決定肥回胸 上半身風滿一點,看上去也不像飲食症 這麼多種方法 最後我決定通過食來達到這個目的 天天都要吃飯的 不如吃一些可以風風的東西 只不過,吃甚麼就好呢 吃甚麼東西可以公說呢? 我沒有去注意,可能人家說木瓜吧 人家說木瓜 我聽最多的就是木瓜 水果就木瓜不胸 木瓜 木瓜 因為木瓜和牛奶配在一起 效果應該會好一點吧 看來吃木瓜是大家的首選 其實我以前都聽說過的 不過都是偶爾吃一下 從來都沒有認真堅持過 今次我決定試一下 天天起碼有一餐是吃木瓜的 OK,去買木瓜吧 木瓜計劃開始之前 我當然是要先量度下我的空位 78cm 接著這個計劃就開始了 第一天,我自製了一個木瓜沙律 一路上網一路吃,特別方便 第二天,我將晚餐改了一碗大大的木瓜粥 甜甜的,吃完已經很飽了 第三天,我聽到木瓜加牛奶可以令效果翻倍 所以特意做了一個木瓜燉奶 第四天,第五天,第六天 我都依然堅持每天都吃一道木瓜美食 就連做夢都夢到我吃木瓜 就這樣堅持了一個月 一個月就過了 在過去的一個月當中 文文是堅持每一天都吃木瓜 到底這個木瓜對於封胸有沒有效果呢 都是我手上的皮尺 來測試一下 最實際了 文文,你記不記得之前一個月 你還沒吃木瓜的時候 你的胸圍是多少 嗯,78cm 好了,文文,你摺身來 我現在幫你拆一下 怎麼樣,怎麼樣,有沒有大度 為什麼會這樣 什麼事,是不是真的大了 都是78cm 這個木瓜不是傳說當中 吃了一定可以封胸嗎 為什麼現在一點變化都沒有 都是78cm 怎麼搞的,不是吧 木瓜可以封胸 這個傳言可謂 只是傳遍大家的小巷人人都知道 而傳言中,木瓜可以封胸的原理主要是 木瓜裡面含有木瓜蛋白煤 可以刺激女性乳腺激素的分泌 從而起到了封胸的效果 那為什麼文文堅持每天都吃木瓜 但胸圍就沒有什麼改變呢 現在我就帶著了一個木瓜 來到科學實驗室 找老師幫我們做一個實驗 木瓜不可以封胸的原因 很有可能在這裡可以找到答案 我們請實驗員分別配置了兩支木瓜蛋白醇溶液 一支預先是無意人體腸胃的環境 另一支就不經任何處理作為對比 隨後兩個樣品做顯色反應測試 這個顯色反應我們可以看到 就是經過日常消化的木瓜蛋白煤的顏色非常低 證明它的核心非常小 實驗證明木瓜蛋白醇經過人體腸胃系統的消化之後 是失去了活性 難以刺激乳腺激素的分泌 如果從我們現在封胸的各方面來說 第一就是增加脂肪的體積 第二就是增加它那個腺體的一個體積 木瓜的食療方面 那是為了增加它那個乳腺的一個體積 就是刺激素的一個水平一個分泌 木瓜它所含有的一些營養成分 它根本是就是提升不到人體的一個刺激素的一個水平 所以它是很難說就可以達到一個封胸的效果 簡單來說 木瓜邊含有的木瓜煤 確實有刺激乳腺激素的作用 所以會大家都不以為乳腺激素可以封胸 但實際上可以起到封胸效果的是癡性激素 而不是乳腺激素 兩者是不對等的 吃這個東西呢 因為它含有一種木瓜煎 但是不能每天大量的吃 它是一種微減毒 就是潤膚更加不能吃 它會引起子宮的一個收縮和肚子痛 看來這個封胸的龍是非常之間距 寶寶 如果你這個時候想收縮的話 我不會怪你 不會的 因為我會找到一個看起來很厲害的辦法 說實話 我看你也挺豐滿的 還想封胸嗎 不用這麼客氣說我豐滿 其實就是肥 其實我這種尺寸 和我這種身材裡面都不算大 真正的豐滿其實是這裡 而不是這裡 我上網看了很多方法 發現有一種方法是最欠錢的 可以說是一分四都不用 那就是血道按摩法 全民中的穴位豐空 主要針對人在背部的天中穴 恐部的天茄穴 彈中穴 穴巾穴 屋崖穴 中虎穴 腿部的胃中穴等各穴道 分別施以適當的按摩制壓 號稱可以打通乳房精脈 供給乳房所需要的營養 同時都可以促進這些精脈的氣血 以及淋巴的循環 這個方法說每天只要去每個血道上按兩分鐘 總共十幾分鐘就會達到神奇的效果 開始之前我先和我現在的狀況做個紀錄 17cm 接下來每一天臨分之前 我都會堅持在每個血道上按一按 傳言說只要堅持三個星期 就會夢想善針了 好了波波 你過去的三個星期都堅持每天按摩你的胸部 那現在有沒有覺得身體有什麼變化 說真的 其實我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 我覺得是有這些障礙的 但是又不知道這些痛是有用的痛 還是受障礙的痛 不要理會什麼痛 先看看有沒有效 波波 有是有一點點變化的 不過你之前就87了 對不對 現在就87.5 剩多了那0.5 又不可以定義你說 風是成功的 或是不行的 所以我在懷疑這0.5會不會是 你這麼重了個胸呢 蛤 不是吧 從中醫的角度上呢 因為這個乳房的發育跟脾筋啊 跟胃筋啊 跟胃筋有關 所以你刺激學位的話 有可能改善這條筋的氣血 也有可能會讓這個乳房看起來更美一些 但是這個就是因人而異 網上說的話 其實可能是對一部分人不是對所有的 所以大家在按摩的時候可以去試 但是呢不要寄託太多的這個希望 本身這個乳房這裡的皮膚啊 就比較比較僵嫩一點 胸部它這個胸臂啊 有的人本身就比較薄 那麼它在按摩的過程當中 可能是力量或者是手法沒有掌握好 那麼有可能就是 推出一些瘀青啊這些都還是有可能的 按摩確實對疏通瘀線有一定的幫助 但是如果想刺激越位達到封空效果 沒有經過專人指導下的按摩 很可能會產生反效果的 銀化、激療法和按摩法都沒有用 你還有沒有什麼計势去細緻 我覺得現在科技這麼進步 不如我們就用一些高科技的方法 高科技就是你 其實我很自卑的 因為我從小被人笑到大 很無自信 其實我應該在成長發育期 應該重視這件事 但是很可惜我爹地媽媽那時候 就一點都不重視 不過幸好我現在出來工作 還有我經濟都獨立了 雖然過了這個成長發育期 但是我覺得現在科技這麼進步 一定可以有些技術 可以令到人再度發育 不知道是不是呢 丁丁隨便在網上一搜索 就會發現各種蜂蜂的藥品層出不窮 由25元到幾百元不等 都說號稱是高科技藥品 只要天天堅持服用 就可以達到理想罩杯 而且有些商品還有上千的買家好評 都說效果非常有效 丁丁忍不住誘惑了 買了合花去試試 開始這個實驗之前 我當然要讀一讀自己的空位 唉…34A 我每天都會定時定後 按照說明書上面的用量服用 第一天我暫時沒什麼感覺 去到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 奇怪了 我開始失眠、睡不著 還時不時會心跳加速 我的身體好像開始警告我一樣 這個時候 我已經忘記了我最初的目的 我很怕這些藥會有副作用 所以 無奈之下 我唯有停止服用 我不明白 為什麼網上這麼多人說得 但其實 過程是這麼辛苦的 這些瘋空藥 究竟可不可靠的 我覺得挺困難的 首先這個藥物是什麼 不知道 它裡面具體成分呢也不清楚 人家都說是要三分毒嘛 我們唯有了美 沒有必要來出一些藥物 來對身體的一種損害 如果藥物裡面含有激素的話 那麼激素 它會干擾你體內的分泌 造成你的激素水平的穩暖 所以呢 我們在醫院裡面 我們是不推薦這個 來藥物奉兇的 我知道了現在 既然這個方法沒有效過的話 我決定洗床的大招 就是 融胸手術 在1960年代已經出現 發展到現在 被廣泛一用在 假體封胸 和自體脂肪封胸 兩種手術 相信大家聽到這些詞 都會心驚彈箭 而市面上經常見到 假體的就是龜膠狼 而這些狼到底結不結實 會不會隨意移動 人生又是怎樣 是很多貪美女士都很在乎的事 調查完嘉嘉決定 先提過假體穩陣大測試 他分別對龜膠狼 作用了拉、撕、扯的動作 假體馬上恢復形狀 他說是毫髮無損 於是嘉嘉決定整個人踩上去 這樣的話到底會發生甚麼事 我們拭目以待 有沒有看到 他已經被我踩成這樣 他會不會爆嗎?我好害怕 靈靈為了令我們 身體負責感重 可以最真誠地知道 龜膠手術 到底找不找症狀 還是親自上站 加油 那我們就送你送到這裡 前面的路 別讓你自己走 努力 好,那我先走了 你們要顧著我 我真的不知道 加油 我們希望看到你的脆弱 我會回來 加油 好,那我先走了 拜拜 小心點 快點回來 小心點 我不知道他會不會成功 如果成功我 我也想去做大一點 你可不可以不要擔心 只顧著會不會大 你關心別人的身體吧 我不用擔心 我回來了 你這麼客人 你搞定了 但是為什麼好像都是這麼小的 這麼小的 如果沒有變化 是啊,因為我沒做到 我也是想聽你專家怎麼說 真的 一般來說 條件特別差 就是說完全沒有乳房 比較扁平的 這樣的話 一般它只能做家庭蜂修 那就是說對自己脂肪蜂修 它是有條件的 就是你乳房一定要有發育到一定的程度 乳房有一定的大小 那麼在基礎上 剪上添花 你想再擴大一點 這樣來用自體脂肪選擇 是可以做的 那麼這兩種 現在目前來說 都是比較安全的一個措施 自體脂肪它是自身的 所以它不會反正產生排抑反應 但是呢 自體脂肪的這個移植來蜂修的話呢 第一個是有條件的 第二個呢 就是對醫生的技術要求 還是挺高的 就是說不是說什麼 一乘塊乘塊的打進去了 把它堆起來 讓它體積增大就可以了 技術如果說打在一個平面 然後打得很大量乘塊的 這樣的打的話 就有可能造成硬結 狼腫 鈣化 看來膿胸手術 都是存在一定的風險的 如果有朋友想嘗試的話 除了調節身體以外呢 還要調整好心態 做好一定的心理準備 其實呢 其實呢 做手術這麼大的動作 說真的我真的不要敢試 但是之前我們試過這麼多種方法 其實都是誤區來的 沒有用的 那是否代表我們這個年段 已經沒有了希望了 關於風風這些誤區呢 我們是一定要踢爆的 這樣連自己的觀眾朋友 才可以少走那些彎路 但至於你們這個年度 更適合風風呢 就不可以打包 不過呢 我想你一個人 可以解答你們的問題 這位社會高人呢 就比我快要衣服 所以就不可以打包 你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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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那麼細粒應該發現了 那你們其餘的兩個美女呢 就在這裡等我們 一陣附消息吧 好嗎 那文文 立刻呢 我們就可以見到大師了 那為什麼是住宅區呢 我以為大師呢 在美容院 或者大醫院裡面呢 唉 那你就有所得知了 因為大師呢 接下來要教我們這些 風空的方法呢 家庭觀眾朋友 在家裡同樣去做到過 所以呢 他就約了我們來這裡啦 那我們快點進去啦 嗯 好了 張老師 張曉峰 國際普通美控專家 國家高級營養師 老師你好 我們是生活調查團的 張老師我一直都很想問一個問題 還有他們的小姐妹呢 也非常想要知道就是 過了這個發育期 有沒有用的呢 做這些 有的 有的 真的可以嗎 對 那老師我們是不是任何時候 都可以展開這個風空的計畫呢 嗯 不是這樣的 不是嗎 對對對 首先我們要知道 胸部它會有存在很多問題 對 現在咱們國家的乳腺癌是非常多的 對 所以就是呢 包括一些現在 呃 有些輕微瘤啊 有些鹽呢 我們首先要把這個健康問題 先放在第一位 對不對 首先要有一個好的身體 對對對 再來談我們的風兄美兄 對對對 科學風空第一步 先將身體調整到健康狀態 卵巢是女性何爾蒙分泌的聖地 痴性激素是否可以正常分泌 並且到達乳房 和卵巢的狀態 密不可分的聯題 平時可以多些補充 維生素B 和維生素E 來保養卵巢 而腸胃呢 就是人體非常重要的消化系統 平時經常吃粗糧 有助於不同營養吸收和消化 而除此之外呢 平日用10分鐘 做雙手向上拉伸的動作 這樣可以有效提拉 堅韌帶 當然啦 同時保持心情愉快 都是美麗加分的比卡 那老師假設說 我現在已經把我自己的身子調養好了 然後每天也是保持著笑容 有一個愉快的心情 那我要怎樣做 才可以達到一個豐胸美胸的效果呢 要講快速的豐胸呢 還要配合到一些這個穴位的按壓 大家學豐胸第二步 正確的按摩手法 那之前我們的志願者波波呢 就按照網上的穴位解說 和亂按一頓 導致胸部腸痛 人體穴位的分泌本身就難以觸摸 那有沒有一些是適合平常人 簡單安全又健康的按摩手法呢 張老師向我們推薦了 美胸行業之中的按摩師 你女士跟我們教兩招 其實動作只有兩個動作 兩個動作 對… 那我現在要這樣 我幫你操作試一下好嗎 好 我們就在這裡展示一下給大家看 好的 我們雙手向那個… 背脊 背脊開始 向前推 那條腰呢 輕輕地弯一弯它 這樣推向那個乳房的根部 這就是第一個動作 第一個動作 這個動作最重要是 將那些… 我們乳房的那些 鬆弁的那些肌肉 推到它的皮膚 即是會緊實些 即是提升些 那個後果就非常之好 那第二個動作呢 就將我們雙手向那個腹部 因為腹部呢 我們脂肪是很多的嘛 對不對 那麼將那個雙手呢 向這個腹部向上 提升到那個空部的 乳筋絕 哦 乳筋絲 對… 這樣就是一直向上推 將我們下水的肌肉 和那些脂肪 推到我們乳房的 提升那個最高點 所以兩個動作 就可以輕輕鬆鬆地 對… 是… 是… 專家特別提示 按摩的力度不需要太大 是驚奇輕柔按摩 可以有效疏通乳腺組織 緩解腸痛 對呀老師 像我呢 之前也有些好姐妹嘛 她在這個按摩的同時 她也會配合一些精油 或者一些產品這樣子 可是呢 她們就不知道應該如何去挑選 才是能選擇到 真的可以幫助到自己的 輔助到自己的這個產品 想想產品呢 我們需要注意幾點 第一個呢 就是安全 我要怎麼樣才知道它安全 難道買回來發現不安全了就知道 都不安全了 要怎麼看呢 那麼所以這裡 我們在挑選產品的時候 外包裝 外包裝 對 比如說 比如說像 這邊 這個上面有一個 國裝特製 科學腹空第三步 選擇正規安全的產品 我們國家法律規定了 特殊用途的化妝品 必須獲得相應的批准文豪 才可以生產 進口以及銷售的 國裝特製 就是代表這種化妝品 屬於我國生產的特殊用途化妝品 具體表示方法呢 是國裝特製G 再加百位數字 消費者購買風空產品的時候 可以認準這個標誌 並且可以上到國家食品藥品 監督管理局的官網 查詢該批內 準文豪的發放和管理 然後就是它的有效成分 預防一些這個 有限的充分動問題 像這個 墨藥性質 對 它就可以有一個 出通的效果 不過像這個 水底的膠原 實際上就是 我從我們 有防內的一些 那個 膠原蛋白 對 蛋白質的一些沉澱 然後還有這個 按麻籽植物 這個萃取精華 這個其實是從我們 原體內分立的角度 讓那些女性真正的去二次發育 哦 真正可以 對 對 真正可以二次發育 所以其他人對很多時候 就是那三樣 必須要用 對 看到這幾個我們心裡就很清楚 這個是有效的 除了要看外包裝 產品內部的配置都很重要的 真正對顧客負責任的品牌 還會內置一張保險單 幫助使用的人減少後顧之憂 另外 每一個人的預防狀態都不同 有些是先天扁平 有些是鬆弛下睡 還有些媽媽需要產後修復 所以應該根據個人不同的情況 來選購適合自己的產品 原來食木瓜 就不能達到風空的效果 而且空也不是越大越好的 還有風空就不是隨時隨地 任何時候都可以進行的 所以說這個風空 原來真的有很多很多的誤區 今天也被我們一一提爆了 如果電視機前你想風空的話 其實很簡單 首先就要保持著一個 比較良好的身體狀況 還有保持身心的餘血 再加上我們的堅持不懈的心 正所謂就是 世上無難事 只怕有心人 只要堅持不懈的話 相信大家都可以有自己想要的東西 我們今期節目時間到這裡也差不多了 下期同一時間再見了 希望各位女士朋友 都可以有一個 屋日平靜的身材 拜拜